哈喽大家好,我是带您直达好电影的巫师 今天带来高分喜剧犯罪爱情片 因为澡堂的一块肥皂改变了两个男人的命运 水岛是名杂志总编,宣传各行各业的名贵产品 他做事条理清晰计划周全 父亲病重却还在担心水岛的婚事 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他计划下月结婚 然而却还没有合适的对象 恳请下属们帮忙,只求男方身体健康努力向上 下月就动房 敬腾是一名职业杀手,聆听着最爱的悠扬乐剧 等待着夜晚目标的出现 穿戴妥当,干净利落,刀刀见底 优雅完成雇主的任务 他的果决,被雇主的手下所见肃然起敬 应景是个失败的龙套演员,拉里拉他父母双亡 讽刺的是上吊的绳子和他的人生一样不合格 唯一的财产,只有几枚硬币和皱皱巴巴的澡堂门票 闻着身上的味道,他又一次放弃自杀的计划,离开了简陋的家 看到手上沾染了血迹,转头不远正是澡堂 于是两个男人在此相遇,应景贪婪看着对方丰厚的钱包默默走开 他洗澡没有肥皂,于是生出魔爪,又被人打断 随着肥皂滑落,弹跳,恰巧被进门的静腾踩到 于是他高高跃起,优雅落地,成为了电影的骨折点 应景捡起对方储物柜的钥匙,鬼使神差或许是上帝的安排 不久救援人员带走了静腾 应景顺利打开了对方的衣柜 口袋中的钥匙是又一份惊喜 驾车蹒跚学步,之后度过一夜 清明他打扮一心守候在前女友的门外 归还了这些年蹭过的软饭 可他已经有了新的伴侣即将成婚 守护最后尊严选择潇洒离开 可被当场点破,为私下的名牌 扔掉的垃圾袋里是应景珍惜的过去 他拿回了相册躲进车里,一张一张看着照片 情不自禁失声痛哭 将相片抛出窗外,赶去医院归还对方的人生 此时的静腾从梦中醒来 他仿佛经历战火的岁月又仿佛曾为别人拜年 他失去了记忆询问英景的来意 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刺激 英景谎称是澡堂的路人 看你安好便是晴天,咱们后会有期 医生也安慰只是暂时的失忆 或许某个巧合便能恢复 静腾看着最后的硬币居然用来买了笔记本 计划安排未来的生活 水岛也在医院探视父亲 没有恋爱经验的他正在阅读撩汉宝典 女人可以主动搭讪,这句一定要画重点 水岛为了让父亲高兴 黄称已经有了可以结婚的对象 承诺等父亲出院就能见到 之后二人在医院的门外相遇 静腾上前打探自家所在的位置 他穿着英景的衣服正要回英景的家 水岛想起主动搭讪的教条 于是选择送男人回家 路上静腾坦白了失忆的经过 来到家门外看着穷途末路的男人 水岛想说要坚强 静腾说医生告诉我身体没问题 我很健康 能想起什么吗 我一定努力回想 就这样身体健康努力上进的要求 在短短的对话中严丝合缝的香气 齿轮咬合故事转动 比起收入职业家事等等 果然更重要的是人生的态度 于是女人跟随男人走进她的小屋 水岛突然拿起桌上的闲眼铁饰 静腾不敢相信曾经的自己如此邋遢 没翻过几页的演戏教材 证明了她过去是名不得志的演员 静腾挨家挨户询问隔壁的邻居 然而无论爱打游戏的宅男 或是悄悄养猫的宅女 都不曾与她来往 另一边 殷景根据证件来到静腾的高档公寓 看到五花八门的服饰 以及各种伪造的证件 甚至还发现一把手枪 再一次尝试自杀 被手机的铃声打断赶忙接通 对方是静腾的雇主 询问五百万的佣金如何交付 殷景指定了连租房下破旧的信箱 一日静腾跟随剧组 成为群演中的一名 休息时阅读殷景留下的表演教科书 她家门口恰遇到来取佣金的殷景 谎称担心对方的身体而来 再次进屋 看到焕然一新的老房子 既熟悉又陌生 此时水岛也来探望 三人做了互相介绍 静腾发现了曾经的自己想要自杀 我当时的精神一定受到摧残 不然怎么能写出如此丑的字 到了35岁没有固定工作 独居在这种地方 想死也是正常的啊 当面的打脸啪啪啪 殷景离开了过去的家 静腾准备接纳人设 她要按照自己以为的曾经 努力演好全新的剧本 水岛厅后 想要与这个男人共进晚餐 殷景再次翻找信箱 被雇主的手下打断 邀请杀手大人面谈 雇主凉凉 感谢殷景之前干掉了社长 如果尸体还在后备箱 希望确认社长财产的去向 两个亿的现金不亦而非 很有可能在她情妇的身上 委托殷景撬开女人的嘴巴 社长的遗产五五分账 高档餐厅看着水岛主编的杂志 每月介绍不同顶级的奢侈品 而下一期要介绍珍贵的食言 所以认真的水岛 最近无论走到哪 只要看到闲言就想去甜甜 敬藤微笑 或许觉得彼此性情相投 品尝到美味的肌肉 当下记录 两个同样对生活积极认真的人 阅读着对方笔下的人生 莫愁前路无知己 敢君灵犀弱之音 姐姐婚后感情不顺 赞助娘家 出于经验奉劝水岛要找那种 让自己揪揪心跳的男人 应景无奈接受黑社会的委托 还好后备箱的尸体已被敬藤处理 回家搜索被杀社长的资料 好定制未来的计划 敬藤的认真学习得到回报 演技愈发精纯 被导演称赞 他和水岛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一点一点收拾好混乱的房间 慢慢添置家具 他在剧主里结交新的朋友 往过去空荡荡的人生里填补进新的照片 口中还在鼓励自己继续努力 他要找份兼职 水岛的团队正缺努力的人 外加一顿美味的晚餐 是敬藤出院后少有的感动 他无以为报 水岛却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像水岛这样的白富美 想要和他结婚 即使他们志趣相投 他却说要郑重地考虑 他是对彼此人生负责任的好男人 如同成长缓慢的黄花梨木 细密坚实 积累其美丽的纹路 英景找到了社长情妇 笨拙地观察被一眼看穿 索性直接问起社长失踪前 是否留下过财产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可情妇却说 除了社长的爱 他什么也没要 英景这些天下来又成了穷光蛋 不想他的好运又一次到来 发现了静腾的金库 以及他与妻子的照片 之后静腾顺利进入水岛的杂志社 同时追寻演员的梦想 英景大手大脚购置房产家具 冒充快递敲响社长情妇的房门 原来他买的房子 正是为了隐藏母子而准备 名言会有黑社会来暗杀他们 买房只为单纯的出手搭救 静腾二人的午餐 在一通电话后打破了温馨的气氛 水岛的父亲去世了 在葬礼上播放老人生前的录像 他早已明白了时日无多 他唯一的遗憾是看不到水岛的婚礼 父亲威胁女婿 请一定珍惜水岛 否则将化身厉鬼纠缠在身边 父爱如春雨细润无声 父爱如高山厚重无言 结婚本是完成父亲的遗愿 可如今却也找到了真爱的男人 播放父亲生前最爱的唱片 随着英杰洒落滑过 静腾想起了那被遗忘的时光 转身默默离开 雇主在社长的女人家里 安装了窃听器 想不通殷景为何叛变 想要发难转而被殷景的枪口吓退 趁机狼狈而逃 回到家却发现了恢复记忆的静腾 还没来得及对话 监控中出现了跟随而来的雇主 狡兔三窟经过暗门来到隔壁 看着殷景弱智的救人计划 明白他只是想受人夸赞 抢过殷景手中的枪 原来只是一把玩具 静腾愿意帮助殷景救人 作为条件 他要冒充殷景的往后人生 好和水岛结婚 打电话给雇主皇称是杀手的小弟 如今杀手身份被曝光 怕被连累 因此亲手解决杀手 换取为雇主工作的机会 两人搭戏为一会儿的演出预演 可曾是演员的殷景演技浮夸 临死前还要抢句台词 被静腾责骂 还说自己是专科出身 你房间里所有教科书 只看了最前面的八页 好不容易稍微有些干劲 可书一买回来就满足了 你小子就是那种最渣的人 敢去会合点的路上 静腾说起过去的婚姻 因为贫穷老婆跟人跑了 于是他改行帮人隐藏 他并非杀手 只是和被害人一同演戏 在雇主和被害人之间 上下游走男女通吃 在僻静的小巷 趁着雇主赶来准备演戏 谁知来的却是水岛 场面一度尴尬 此时雇主也来凑热闹 三人只好连忙上车离开 他们来到殷景前几天买的房子 静腾向水岛坦白的 自己不算干净的从前 害怕水岛被牵连 他决定用钱消灾 没想到殷景大手大脚 花光了多年的积蓄 不想雇主早已埋伏守株待兔 接起与殷景的电话 逼对方再次见面 殷景带着水岛 躲过监视者 悄悄潜入社长情妇的家 这个女人还是水岛的书迷 此时情妇也翻窗而入 她也发现了门外有人监视 于是他们准备了新的计划 雇主接到蹲守小弟的电话 赶到现场 入眼是死去的情妇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我有我的做法 如何从女人的口中 套出钱的下落 本来一切和往常一样顺利 可计划却被你们这些外行破坏 逼着我杀死他的儿子 就是因为你们 这次的工作干得一点都不漂亮 可转眼就被雇主拆穿 戏如人生 别太较真 情妇拒不承认社长留下过遗产 可她是水岛的书迷 索性按照杂志的介绍 将钱换成了名贵的艺术品 水岛当下指出 这房间内不起眼的摆设 总共加起来恰好需要两亿 情妇慌忙否认 更是确认了水岛的说法 果然知识就是力量 静腾毛随自荐 找机会干掉杀手 于是将情妇也顺手一并处理 可转眼静腾就联系了警方 三人顺利逃出升天 回到昨夜水岛的车前 离别在即相顾无言 此情无忌可消除 财下眉头却上心头 警察及时出现 站住你要干嘛 我去开演唱会 走在队友身前 让队友无路可走 归还的名表 作为对英景演技的认可 猜到他之前自杀的原因 是为了女友 你当初为何想要我的人生 难道不也是为了女人吗 静腾无言以对 他要送情妇去社长的身边 可女人却说 没了遗产 谁还稀罕那个老头 静腾看到了车内英景遗落的照片 再一次无言 水岛放弃了结婚的计划 转身发现了静腾落下的背包 打开了他人生的笔记 看到他最爱的 除了肌肉 看书只有自己的名字 他突然有了姐姐说的那种心跳 而静腾为了再次失忆 拥有爱情 选择了撞向电线杆 他们的爱情因为无趣 而凸显出的真诚 终于还是在街头相拥 两个人向机器人伸直手臂 然后八爪鱼紧紧的粘在一起 温暖又滑稽 英景走进被静腾改造一新的出租房 他在夕阳下抱起一只猫 那是灰暗时光里最能够驱散阴霾的心跳 你以为的人生极限 是另一个人的柳暗花明 你以为的天降馅饼 是无度挥霍后打回原形 性格决定命运 习惯铸就钢筋 让生活从摇摇欲坠到坚不可摧 养成良好的习惯 才是一生的财富 本片其实是导演内田贤志 对于日本社会阶层矛盾问题的思考 展现了他对两个阶层的人 一旦身份转变后的反应 于是我们看到 富人有富有的原因 努力读书整整齐齐 提笔记录的是生活 穷人也有穷的原因 懒惰悲观不思进取 提笔写下的是遗书 调换身份后 屋子摆设的转变 也告诉我们阶层也是可以逾越的 虽然并不容易 不然当年静腾也不会放着 老师的正经生意不做 而去捞偏门 邪门外道更容易上升阶层 可若没有底线仍然难逃法律的制裁 跨阶层的联姻就更难了 所以日本大龄未婚愈发严重 因为忙碌工作的局限性 志同道合的人总是凤毛麟角 所以静腾不会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邻居产生感情 而是和同样静取心极强的水岛相爱 相反 英谨却和邻居产生了火花 干上了他唯一的善良 希望这份认同感 可以带他走出低谷阴霾 好了感谢您的观看 务师姐说带影评 歌姐看完停一停 万水千山总事情点个关注行不行 不胜感激 我们明天见